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向中國追責和撒上的行動 終於由歐洲蔓延到非洲 而且由尼日利亞打響了非洲的第一槍 根據當地媒體《每日郵報》的報導 有律師團入稟當地法院提出集體訴訟 向中國撒取2000億美元的賠償 折合約15500億港元 下律師團首席代表阿辛格說 中國應該負起責任 賠償尼日利亞生命喪失、經濟損失、社會動亂、國家創傷、精神折磨 以及尼日利亞人民的日常生活遭受的破壞 中國政府將會透過駐尼日利亞大使館收到這份訴訟書 這位阿辛格還強調 說法律專家小組已經計劃了一項兩階段的行動方案 第一部是日品尼日利亞聯邦高等法院 第二部是歲日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政府 在海牙國際法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訴訟 這次尼日利亞律師團所提出的撒償行動 具有相當的指標性 因為尼日利亞是全非洲最繁榮的經濟體 而且中國是尼日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 去年度雙方的貿易額已經上升到193億美元 在經濟上尼日利亞高度依靠中國 因為中國同時是尼日利亞的最大出口國和最大進口國 到底中國出口什麼去尼日利亞呢 最多的是手機、電單車、汽車、電器等等 以及軍火 尼日利亞有什麼產品賣去中國呢 就是燃油和天然氣佔最大份 建基於這個經濟基礎之上 尼日利亞似乎是無所畏懼的 完全不怕得罪中國 怕著中國山水口 敢於向中國提出撒償 可能會在非洲造成一個骨牌效應 其他非洲國家就會有樣學樣 你作為非洲的大哥 都敢於這樣挑戰中國 其他非洲國家欠中國這麼多錢 沒理由不去提出這個開天撒價的撒償行動 況且尼日利亞有什麼成本呢 其實他也是學了中國那招 賊佬試沙煲 他就是要測試一下你中國的反應會是怎樣 到底是會採取懷右的政策 還是高壓的政策呢 到底你中國的底線是去到哪裡呢 其實尼日利亞這個嘗試都是沒什麼成本 除了那些律師團隊的費用以外 還有什麼成本可言呢 若然是強硬的話 他又可以縮一縮 退一退 當沒發生過也行 若然是成功撒償的話 那他就是happy 因為一舉就可以還好所有的外債有得 因為目前尼日利亞所欠的外債 只有270多億美元 一下子就說開天撒價拿2000億美元 就算是落地還錢都夠走爪有得了吧 273億那麼少 若然你中國判了敗數以後又不肯結帳的話 那就是違約 那那些一帶一路的國家就可能有樣學樣了 你違約他又違約 那你那個一帶一路就變成一鍋足了 那到底中國會怎樣對待尼日利亞呢 會採取懷右政策還是高壓政策呢 先說懷右 若然是採取懷右政策的 怎樣安撫他好呢 都是拿錢的 是不是呀 阿非拉兄弟 無非是看黃金 看鈔票 一講錢 即是對於國家的債務 可能會作出減免的了 可能是免除利息 甚至是減免的本金 另外就是加強金錢援助 無論是對於國家的金錢援助也好 或者是對於國家政要的金錢援助也好 我不知了 這方面 總之都是講錢的 如果要安撫的話 若然只有一個尼日利亞提出撒償 那就很容易擺平 但是非洲有五十幾個國家 若然其他五十幾個國家 見到尼日利亞這麼成功 獲得了這個懷右的話 一個二個共曬出來 要向你中國提出追責和撒償 那你那個大撒幣外交 又要花多一大塊錢 你怎樣擺平五十幾個國家 那裡要花多少錢 那你就很麻煩了 如果要採取高壓政策的話 我就判斷是沒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 那個國際間的話語權 其實都很依靠 這班阿非拉的親密朋友的幫助 若然你得失了這班人 他們分分鐘就站過對面 那時候他們全部都是看錢份上 跟中國有什麼友誼 那個友誼就建築在鈔票之上 那中國對於這麼多的國際組織進行滲透 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這班國家的幫手 如果不是哪有這麼輕易 而去滲透得到聯合國所核下的組織才行 只是世衛組織就已經是經典的例子 找到譚德塞做這個代理人 如果對於尼日利亞採取高壓政策的話 即是完全不採取他 任由得你撒償 任由得你追責 不管你 這樣的時候 尼日利亞作為非洲最大的經濟體 看到你這樣 他分分鐘就在他自己的地頭那處 就會影響其他周邊的非洲國家 你到時也是一樣頭痕 因此我判斷 中國是會對於這些非洲國家 採取安撫措施的 其實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 一直都對於這些非洲國家非常友善 就算以前老毛的年代一窮二白也好 都要援助興建贊比亞鐵路 投入那麼多工人 那麼多血汗 那麼多建築材料等等 更加之何況現在中國聲稱站起來 聲稱富起來 更加之不可以得失這些人 如果不是 中國在國際之間還有什麼話語權 還有什麼地位 全靠這些人是捧起他 除了說來日利亞之外 美國總統特朗普又有話說 他又是關於追責的問題 他就說 會有很多方式等中國承擔責任 美國正在進行非常認真的調查 美國對於中國是很不滿 對於整個局勢也是很不滿 因為美國相信 這個本來是可以在源頭被壓止住的 如果可以在源頭被壓止住的話 就不會這麼快造成全球大流行 美國相信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好了 接著有個記者就問他 喂 到底美國政府會不會向中國 送出一份賠償帳單呢 特朗普就這樣回答 美國正在調查當中 還沒有敲定到最後的數額 他就說 你看看全世界 索賠的金額也是非常之大 因為這個不單止是對美國造成損失 而且也是對世界造成損失 到底美國最終會不會和澳洲 一起來推動一個國際間的獨立調查呢 那就不知道 反正澳洲就沒有退讓 美國現在就說有自己調查 到底會不會和國際一起調查呢 那就不知道 好了 另外 美國的參議員 Tom Cotton 他真的幫澳洲說話 他就說 提出要收緊中國留學生 特別是理科學生的簽證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留學生去完美國接受教育以後 很多最終都會回到中國 跟美國競爭這個工作職位 並且又會競爭美國的知識產權 武器或者其他產品的設計 他就認為美國應該禁止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 修讀某一些科學的科目 這位Tom Cotton還提到 說要收緊中國留學生 特別是美國公讀研究院的理科學生的簽證 他就形容 被大量的中國留學生 湧到美國讀書 對美國政府來說 是一件醜聞 因為這樣 美國的大學 就是變相 幫中國共產黨 培訓最聰明的人才 這樣說 其實他這番的說話 某程度上 都是在回應 中國駐澳洲大使成敬業 因為這位駐澳洲大使 他就在澳洲那處 爬文爬武 就說 若然你澳洲堅持要搞這個 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 即是說 不給中國面子 就會捉怒中國人民 中國的家長 又有可能 不讓自己的子女去澳洲讀書 因為中國留學生 其實佔了澳洲整個教育產業的四成 即是有四成人 四成的收入來自中國 所以他就拿這件事來警告澳洲 啊! 終於這個Tom Cotton 就厲害了 啊! 你大澳洲 美國那時候大你 你說那些中國家長 不讓他去澳洲那時候就讀嗎? 好! 那時候就要提出 美國收緊對於中國留學生的簽證 那你到時候那些學生應該去哪裡讀? 難道去哈薩克? 難道去吉爾吉斯? 難道去那些一帶一路國家? 你那些中國家長 不一樣會選那些歐西的文明先進國家去就讀? 對不對? 搞就說一帶一路 搞就說孔子學院 非洲都有 你不去那裡讀? 那所以這位Tom Cotton說 要收緊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 其實這個威脅 比起中國家長不去澳洲就讀 更加之大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